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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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經過多少世紀 都能夠體會到這一份最傳統 最典牙的旗袍美 菅師傅 我知道你這間店是年功爆料 其實在香港還多不多這種店? 以我記憶堂的看法來看 可能只有我一間 所以你真是獨一無二 我老公都 基本上布列文都做了 七千元有酒 七千元有酒 六千九十五 哦 OK 高矮肥瘦 降短有這麼多 長的腳有這麼多 肥也這麼多 瘦也這麼多 有沒有說做多久? 有需要快的 可以做到 盡量幫他做 甚至有時通宵幫他做也有 是 有些不急的 一年兩年三年都有 現在訂單是去年年了 攤開慢慢做 放置一些熟客 長期有三項 不少人對旗袍都有一個錯覺 覺得只有苗條身材才突顯到旗袍的美感 如果你也是這樣想的話 我相信 那是因為你未遇到賢師傅 有沒有一些女士 可能來到會說 真的覺得 我自己的身形沒那麼漂亮 賢師傅 你可不可以幫我設計一套旗袍 穿到我身形 會不會有這種客人 你問你真的非常好 身形漂亮的 身形一邊貼身剪裁一定漂亮的 年紀大一點 或者不漂亮一點 又要靠鬆鬆地 把旗袍的形態出來 嗯 好好的 突兀了出來 不好好的 姿勢這樣遮回來 明白 靠好好的 好不可以看 不關人家的身材 而且要給一點心思 給一點心思 應該做不到兩種 出來好看 我也有份參與 是我自己的一種滿足感 做這個行業也有一個難度 做手作的行業 一年兩年能夠掌握到一個跳滿出來 你現在在做什麼 跳邊 逐針逐心跳 要有耐性 還有一個心機 從這裡滲出 滲出 這個邊筋 跳上來 拉出來 一步 OK 然後攪在中間出線 嗯 攪在中間出線 攪在中間出線 最重要是包圍邊 一定要均勻 要負責 試一下 讓我試一下 不要緊 這件要不要送給客人的 要的 很害怕的 不用害怕 把我撩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把你撩下 為什麼這麼難 看似你做的就非常簡單 我做的就是另一回事 這樣可以嗎 這針不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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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針真的要長年累月的經驗 才可以做得非常好 你覺得一件旗袍 你覺得怎樣才合格 在人身上 每一邊都看得很舒服 很自然的 很得體的 是 一件好的旗袍 師傅 我想問你 做了采訪這麼多年 你覺得最重要的 一些元素是甚麼呢 要細心 嗯 要有責任心 對旗袍有感情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 旗袍沒有休息過 結婚休息兩天 都沒有途律 三十多年沒有去旅行 以前有六個人站著 現在站成自己一個人 那你休息這麼久就下閘了 接了一夜 要責任才可以 最擔心是做不到這件衣服 趕不換衣服給別人 我很佩服師傅 專業的手勢就不在話下了 但是他對客人那種感情 和他投放的心血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幫助了 簡師傅這裏 十五至二十年 加上媽媽 二十五年左右 在簡師傅這裏做 都會有二十至三十 未必一定只是旗袍 有一次跟簡師傅提起 爸爸很難去量身 因為現在年紀大 那你就拿些衣服 或者是他自己穿的 都可以 於是我又把我爸爸的襯衫 細褲 就來這裡可以做到 我跟簡師傅 好像家人 朋友 我只是提一下可不可以 但是簡師傅說 可以可以 我扮得到的 我一定會幫你扮 我做生意的事是做人情 做場情 做感情的生意 婆婆做完 媽媽 媽媽到人到自己 所以一袋一袋一袋幫她做 現在慶幸這幾年 就多了年輕人 做多了 年輕人比老人家更多 比十件旗袍 有八件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值得開心 這件事都是 大概五年前 做我大學的畢業項目 做旗袍這個題目 基元巧合之下 找到簡師傅這間店 做一件旗袍是要量身訂造 會協合我自己的身形 簡師傅都給了我很多意見 這個黃色和紫色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挺活潑的小朋友 我就想有些 可能是生動一點 活潑一點的顏色 旗袍對我一個意義是 很歷史悠久的一件事 我會想為何 在現在這個年代裡面 在年輕人這一輩裡面 會不是一件很耕興的事 所以我想 把這件衣服 我可以穿出去告訴別人 我很有自信告訴別人 這件衣服是選師傅做 這件衣服是香港 悠久的歷史裡面 傳承的一件事 做了旗袍 不經過幾十年了 差不多六十年了 有沒有說沒興趣做 還是不做 也沒試過 人客的讚美 一年收到禮物收不少 他就認同你的手勢 認同你的服務 認同你幫他做了這麼漂亮的旗袍 遇到一份自己這麼喜歡的工作 做幾十年 真是不會討厭 很多人在一旁 跟我說 不要討厭幼稚 聽說話是很開心的 我通常都跟一旁人說 我說我做不到為止 有人說 地方是記憶的載體 相信這條位於佐敦的保齡街 老一輩的人都會記得 當年人人來買布做長衣的盛況 六十七十年代 因為造衣改衣的人多 這裡的裁縫店 開到成行成市 但是隨著潮流轉變 長衣不再流行 令有得做旗袍的裁縫店 越來越少 而這一間 就是這個地方最後一間 我叫英加曼 今年88歲 是一個中章裁縫 十三歲月以後 到了大概七十多年 香港最多的時候 有千幾二千個裁縫 現在都好少了 十個八個都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地頭也有很多裁縫店 保齡街 十幾間都有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 殷師傅是香港現時所剩無幾 屬於香港非物質遺產的老職人 經師傅手上縫製的旗袍 至少過萬件 當眾有不少是為名人巨星製作 看看這個 這些就是你製作的旗袍 楊子晴這個真是巨星 我記得她很喜歡穿旗袍 是嗎 我看到是大姐的名字 很多 對 板板也是她 然後又有嘉玲姐 看到有書旗 我很喜歡書旗 連選美也有 電視台來找我們做的 做過多少屆選美 好像十幾二十屆 十幾二十屆 你做過很多旗袍 對 最多做三件 一天做三件 一天做三件 做得到就跟她做 是 不過每個專誠來找師傅做三件的 不是因為她得到名人加持 而是師傅身上無可取締 在幾個月後就退休了 我身體的眼睛蒙到 年紀大 眼睛不夠膩 當時我們看穿真的好 看得到一個洞 我們現在到來到去都 出不了針了 又可用了 不捨得都不行了 一定要捨得的 一定要退休的時候 正如師傅所說 捨得捨得 有捨就會有得 時代的交替 新有的變換 其實是理所當然 一個的離開 自然有下一個的進入 節目組告訴我 原來已經有位年青人 希望用生命的想法 令旗袍文化 再一次走入潮流當中 我叫Gavin 我就是這間旗袍店的負責人 其實開了這個品牌已經五年了 我們這間旗袍店 是主要做旗袍租借 和度身訂造的服務 我們的旗袍量大概一百多件 傳統款和新潮款 大概五百多件 每個月都保持有不同的新款式 為何我們的旗袍會比較新穎 或者比較跳脫 看回香港本地 我多時接觸到的旗袍 都是花花草草的 即是比較悶 但舊款的文化 有傳承的必要 可不可以把舊東西 我們叫做更新的 我們年輕的 可不可以做適合我們年輕的款式 有沒有一些 我們生活接觸到 而沒有人想到 可以放到旗袍裡 放出來又好看的 例如公仔 卡通 其實這些是比較年輕的 女生會喜歡的東西 小巴 車牌 可不可以做旗袍呢 我本來也是個比較喜歡 迷彩的人 說迷彩旗袍行不行呢 去外地旅行 泰服、韓服等 可不可以把那些元素 混合在旗袍上 於是我們才會 開始設計非傳統的旗袍 不過越大膽的創新 往往越不會一帆風順 很快 Gavin就開始收到 不少外界質疑的聲音 行言行語都會有 例如你這樣做旗袍 怎麼可以的 這些不多不少一定會有 用不同的布料 例如卡通也好 沒有人會這樣做旗袍 這些沒有人會喜歡的 有些人要帶花 要華麗 我們當這是一個稱讚 我們的心態就是 我們做好自己 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 提供這件事 我相信 想欣賞的遊客 會很快就會過來 堅持自己 努力在傳統和創新之間 取得平衡 Gavin這份努力 漸漸得到客人的接受和欣賞 Gavin 你這麼有創意 和可以打入年輕市場的設計 是否真的多了很多年輕的客人 是的 有些新人 是特意上來租我們的旗袍 去拍攝結婚的 即是結婚上都不用傳統的旗袍 是 沒錯 就用你們這種新式 沒錯 很多時候顧客上來 他們第一次沒有意識 就是可以使用這麼新穎的旗袍 但很多時候他們試完之後 他們都會說 嘩 很棒 或者很可愛 於是就穿了去拍照 玩或者去宴會 Gavin 我想問問還有沒有新潮的款式 適合我穿的呢 可以看看我們這兩件 這兩件是比較本地元素的 這件是茶餐廳風格 是 又或者路邊招牌 都可能會適合Christy 有我喜歡吃的東西 魚蛋、西多士、茶餐廳 這件是牛仔布旗袍 後面有兩個袋 就是參考 而我們平時穿牛仔褲 後面有兩個袋 想得很周到 這個女性可以放羊唇膏、鏡 是的 我們所有的旗袍 不論我們這些新款的旗袍 或者我們比較舊的傳統的旗袍 我們旁邊是會有一個袋口 這個設計比較特別 是讓女士擺放電話 譬如有時候出去拍照的時候 不要拿袋 就可以拿電話出來自拍 這裡全部旗袍都是人手做 人手才有原汁原味 我才可以為不同的客人 做更多貼身的改變 成本高一點 我也要堅持手錄 每一件都要手錄 Hello 喇叭 你好 你好 幫Gavin手幫了多少年 19年開始 五年 五年 我想問問你 你載了這麼多旗袍 是 有沒有一件令你很深刻 藝鴻 嘔心溺血之作 他看上去平平無奇 為什麼會說他嘔心溺血呢 因為包邊的位置 是從第二塊布製成一條條的長條形 然後再逐個逃 當時站在兩顆忌蹤 保持著姿勢 拿著一個拖子拖子拖子 完結後你的手是沒有知覺的 本身車旗袍也是文化的一種 不僅是著旗袍傳承文化 而是車功是怎樣的 這個也很重要 除了租借旗袍 好,這裡還有化妝和攝影服務 為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更好地體驗旗袍文化 我想低下一點點頭 對 微微IG框可以了 然後視線慢慢看下來我這裡 對 除了提供影響和化妝服務 其實我們希望 繼續在本地有的方面 攝裂更多的推廣 例如在古蹟裡除了拍照 原來是可以有些文化上的介紹 例如今天幫Christy在古廟裡拍照 其實古廟背後也是有故事 我們也想讓客人有這麼深刻的體會 而不是只留於片面 或只穿著旗袍 很漂亮就算 這個紅聖古廟 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是在鬧市中間 而是在海邊 這個皇后大祖東 就是當時的海岸線 本身這個廟 其實是一個石頭上面 依山而建的 然後是一個小神壇 慢慢再擴展到 現在我們看到的紅聖古廟 其實藍屋建築群上面也有住人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舊街坊為主 當時有一個政府的活化項目 就是留屋留人 在活化之後 舊街坊可以住在自己的地方 街坊情和倫理情都依然存在 其實穿旗袍也不是 只是今時今日打卡用的 在六、七十年代 也有很多女士喜歡穿旗袍 上班的、上學的會穿旗袍 連在街市買菜 有時都會穿旗袍出街的 今天是有一點特別感動的位置 我感受到一群年輕人的熱情 我感覺到他們是由拍照 設計的衣服 然後到導賞員 他們是用盡他們的創意 令到這種潮流不會消失 旗袍文化的傳承 有時需要的 可能是更多類似Gavin的年輕人出現 用新的思維 將旗袍以新的方式延續 香港願意傳承這個文化的人 我不會說少 但我不敢說多 而要吸引人 去傳承這個文化 也有一定的難度 難得我們情況容許 那我們就做好這個工作了 那些人 可不可以說多 但我會接受到這幾個水 去到達首次的火 在四個水 中文化的水 在四個水 在四個水 中文化的水 製作為